。 其實這一雙手是很獨特的,上天給我一份獨特的禮物,而令我生命是可以活得更加精彩的。 因為你有使命感 你才走這條路 在這麼艱難的過程中 你仍然會繼續堅持 不會輕然放棄 其實我很簡單 我的興趣就是我的工作 不論是廣播、拍戲、寫劇本、填詞 可能因為我沒有什麼要求 所以我也是隨遇如安 另外就是做到老、學到老 不過你說做義工 有時看到一些很感動 我去到北州 見到我的學校興建好 有幾百個學生 那就最開心那一次 我們今次拍攝了一個音樂 所以憑著找英雄 那些人問我 為什麼要去找這件事呢 找這些人呢 他這麼巧呢 就是因為我拿在手裡 有一隻歌 那本來這首歌 我寫了的時候 我是想著可以用在亞運 或者奧運裡面 需要很多時間去鍛鍊 去做一個Hero 去贏獎 去得取一些東西 本來這首歌 就是向著這個方向去做 和寫的 那後來等等一下 全部的亞運、奧運 全部都過了 都沒有機會用到 那我就想著 不如簡化一點 就是不用做到這麼大 我們去找一些近一點的 去找到這些人 就可以用這首歌 去代表他們 音樂 詞曲隊 祈祷 現在在我前面 絕對是一個Heroine 不是Heroine,是Heroine 介紹你給Conny Wong 你好,Lam 你好 你好 我知道我想說 為何你是Heroine 我也彈琴 不過你一生出 你真的只有三隻手指 對,有手指公、左右手 還有手指尾 其餘的手指是 出生時都黏在手指 後來就黏在手指 由小孩六個月 接著一直做手術 做到十三歲 那時你小時候 一直在做手術 一定會影響很多東西 寫字 是 其實呢 我也覺得 沒有太大 因為可能 天生已經 雙手 是這樣的 那就慢慢適應了 很多人都有問我 究竟這一雙的手 究竟你覺不覺得 是一個遺憾 或缺憾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是 這一雙手 是很獨特的 就是上天給我一份 很獨特的禮物 而令到我生命 可以活得更加精彩 是 那你對音樂 什麼時候開始有興趣呢 其實挺搞笑的 因為每一年都要回醫院做手術 醫院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視 那我就因為這樣 很喜歡看卡通片 看卡通 是 看電視劇 看電視劇 是 聽到很多歌 你會喜歡 很喜歡 所以想試試學彈 那為什麼你會選 你最難的東西 你要用盡那麼多手指 你會選擇那樣 我又沒有說很專門挑戰自己 不過就是很想 就是問一下父母 看看可不可以 讓我學琴 那他們初時都會說 你學琴 不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很多夢想都沒有達成 那我就… 他們覺得 既然你真的很想 他看得出我的決心 那他們說 好吧,儘管給你一試吧 但其實在找鋼琴老師的過程裡 其實都很艱難的 多謝你先 清愛的Hero 我就覺得不是 其實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愛好者 很喜歡去彈鋼琴 而因為我喜歡 那我有心機去做得他 每一次好一點好一點這樣 這段時間是開心的 又要快要結婚了 是啊 不過你可不可以說什麼呢 你現在對自己的生活 是怎樣看呢 到今天呢 可以用回這一箱的手 來去做一些我喜歡做的事 又可以跟別人分享 好像今天和你的談論 那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 現在我的工作 是我很喜歡做的事 那是為甚麼 我覺得 我的生活很美麗 好啊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現在我是跟單車王之 是 阿重哥 對 我請問你 熊重任 為甚麼你會 怎樣拿到單車王子這個名字 最主要呢 因為我是80年代 是一個業餘的單車運動員 就參加了很多的公開比賽 就贏了七屆的全香港的總會軍 也有機會代表香港出去奧運會 亞運會世界賽 參加這些賽事 就是一些記者傳媒的朋友 對我的讚賞 你喜歡哪個單車呢 是 是我最怕的事 為甚麼呢 每個小朋友都喜歡踏單車 是 我也踏了 小時候讀書 是 是 不過有一次我踏單車出了街 踏一下單車不知為何 跌到那裡 就叉了一個瓶 有一個爛瓶 是嗎 一叉到 戒選 到現在都還在這裡 對 還在這裡 戒選 還在這裡 很痛到不得了 所以就怕了 以後都不踏了 所以我也是 不要踏單車 對 不要駕駛 你今年 我不說你多少歲 你還去重考會考 這是甚麼回事 那時候 剛剛出道踏單車的時候 因為自己沒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去養活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喜歡就離開了學校 去到我自己有機會出去比賽 真的感受到輸到用時 方向是這種感覺 譬如我們有時候有機會 可以跟一些外國車手交流 發覺自己真的溝通不到 直至在好幾年前 因為我女兒升上中學 她經常說我的英文很差 我說爸爸 我就去讀中學 然後我就去讀中四、中五 然後老師就說 既然你已經完成了中五畢業 你為何不考為會考 那我就去考 我們這次都認為你是英雄人物 你才是英雄 你怎樣去教比較年輕的那班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優秀的運動員 首先一定要很有使命感 因為你有使命感 你才行這條路 在這麼艱難的過程裡 你仍然繼續堅持 就不會輕然去放棄 那我在這裡再想 最後問一問你 你覺得你現在的生活 情況和感覺 你開心嗎 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透過不斷不斷的努力 也有很多人去幫助我 令到我自己在單車上 那方面是被人認同 而這個經歷是賺到一個寶貴的啟示 甚至乎現在也有機會 可以回饋社會 可以能夠推動到單車的運動 和多些年輕人去分享一下 自己成長的過程 那就是覺得整個流程 好像很順暢 現在回頭看 所以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福 今天謝謝你來 謝謝阿La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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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就是我入了行 頂尖兩個英雄 我們剛才在說 記不記得你和我填的第一首歌 是誰 我想是青春少年時 成就要靠濟氣 對… 世界滿佈妙事 對… 那你呢 你和我們吧 喂… 英倫皮革 外部向前 金天的龍 對… 那時候剛認識你 因為我們拍戲 我們在電影的靈感 都是很強的 就是那個Visual 那個影像 和那個音樂 如果兩樣配合到 真的… 是有魔法的 那你和這麼多人填的歌 可以說一下其他歌手的感覺如何呢 都是各一各的風格 很如徐小房 即是他很中性 他的歌曲 多數都是盲眼前路 那阿倫就… 我和他寫《反斗星》 我覺得每一個歌手都有一個… 對… 對… 我想是觀眾心目中有一個形象 對… 對… 但你比較多面貌 那你… 如果… 一個歌星給你一首歌田的時候 那你… 像你那樣 即是那時候 我們熟了 對… 那你好像 《誰能明白我》 對… 你簡直是 入了我那裡 我好像說 《風想中》需要你很得意 很得意 都是你的口頭閃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 和歌星熟一些 出來的感覺很強 那… 我們大家都在這一行 都很多年了 在這裡 你可否說一說 你現在對自己的生活如何 滿意呢 因為有甚麼可以教我們 其實我有很簡單的事 我的興趣就是我的工作 不管是廣播也好 或者是拍戲也好 填詞也好 那… 我只要繼續維持我這種工作 又有新的項目 然後又嘗試去做 那我就很開心 我想生活很簡單 我覺得是基本的需要 我沒有大要求 可能因為我沒有甚麼要求 所以我也是隨遇如安 另外就是做到老,學到老 好 那在這裡 謝謝你們兩位英雄 謝謝… 謝謝… 喂… 林英雄 林英雄 太棒了 謝謝你 太棒了吧 謝謝你 你好 謝謝… 慕蓮姐, 慕蓮姐 你好 剛才我們來到, 我們很久沒見 是呀 我沒見你差不多十年了 是嗎? 不過我們又想不到 我們有沒有合作過拍攝 我認識你的時候應該是七幾年 但當時為何沒跟你拍攝 因為當時我做EYT 那時我經常去唱歌 是呀, 就在唱歌上見你 是呀, 我知道你剛才給我看的那張 是甚麼?那張 那張照片, 很久了 你看 是呀 你剛才拍攝, 很久了 因為當時我喜歡看電影 演戲, 我喜歡聽你唱歌 雖然我和你沒有合作過 我現在今次… 但我經常見到你, 見到偶像 你可不可以幫人家那張照片 是呀, 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 你們幫了很多人 又捐了很多錢去學校 幫了很多小孩 那學校當然是…大家都知道了 再多說些給我們聽 關於裡面的, 怎麼搞出來 那為甚麼我們捐一間學校呢 我覺得自己讀得輸少 不如聽一下羅蘭姐 很多人都說捐學校 那羅蘭姐先捐的 是呀, 是呀 她先的 我早過她捐兩三年左右 是呀, 是呀 在這裡說一下 為甚麼你們會做義工 這件事是甚麼時候開始 還有為甚麼你們有這麼多精神去做 做義工呢 就是很久以前 休這個心願的 但是那時候又拍劇啦 又拍電影啦 那就沒空了 那我心裡都想 第一天我退休了 我就會去做義工 但是就不知道做甚麼義工的 因為我又甚麼都不懂 是吧 結果呢, 後來退休了之後 就有些同事呀 有些或者有些組別 就說 嘿, 你來吧 我來做些甚麼呢 我甚麼都不懂的 他說, 你來分享吧 尤其是教會 很多時候就喜歡叫我們去分享 然後那之後呢 就有很多的那些忠生 就會邀請我們去 哎, 我說我不懂唱歌的 余茂蓮就懂唱歌而已 啊, OK 他說, 你來講話呢 那我就跟那些 蔷天粉 掌姐就講一下 日常生活呀 我們怎樣保護我們的身體呀 我們平時應該是做些甚麼好呀 就是把我自己知道的 那就跟他們分享 慘了, 女士頑強 能令我一心恨 你們做這麼多義工 幫到這麼多人 有沒有一些很難忘的事 我去到貴州 看到我的學校興建好 有幾百個學生 那就最開心那一次 對, 很有滿足感 很有滿足感 就是, 我出了一點點錢 但有二百多個學生受惠 很開心 謝謝, 應該是很… 對 很感動的事 對 剛才他說 你記得的事, 做的事更多 當然 都不是記得多 不過你說做義工呢 有時看到一些東西很感動的 他們那些呢 本來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但有很多因為交通意外 有一個男士, 很健康的 他去游泳 誰知道一插水的時候 下面有石頭撞到 但他們很積極 大家幫助大家 還去做義工 他就把自己親歷其境的事 說回給他們聽 鼓勵他們 扶回他們起身 希望你們 繼續做你們 這麼有意義的事 是 我一入行的時候 那些人一見到我 喂, 胡叔仔 現在有人叫我林伯 就很糟糕了 時間過得很快 現在 有這麼多年輕人在我旁邊 我對他們的印象是怎樣呢 一代和同一代的變化 都挺大 還有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不知道是否這麼多年 都很怕我 我知道為甚麼 因為我有鬍子 一有鬍子的人 他們就怕了 一會兒 我們就會見到一群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 很talented的 一群歌星 我們會跟他們有些接觸 很久 我們會跟他們有些接觸 是否也會有些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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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群朋友 不是一隊組合 不是一隊公司的組合 我們有給自己的名字叫Karate 大家叫阿邦就行了 你是阿邦Karate 我是陳榮謙 我是Karate 我是Cherry Karate 我是YoYo YoYo IOV 你第一次聽我唱歌 你記得是哪一首歌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分分鐘需要你 好的 你也是 你也是 這首歌 我也是 最喜歡的 我是三人行的 我也是 對 那時候三人行才是三人行 你不是你的媽媽討的 好像不是 對 還有那一隻 坐…開火箭 分分鐘 好 好 對 歌名和歌簾 好 這次呢 我找了你們 在我的碟裡 想唱幾首歌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對 為甚麼你想找我們 為甚麼 當然是你們唱得好 你們harmonize 很漂亮 還有我最喜歡唱 Harmony 那些歌 所以… 跟我們一樣 也是 對 有你們一班人 大家可以玩 可以玩 還有我們 這次的Hifi碟 聲音應該漂亮很多 我想 逐個你們的聲音 抽出來 放在一起 一定漂亮很多 我選擇了三人行 你們唱 還有一首就是 一個人 那… 你知不知道 我帶了些東西來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我們選擇你們 我的主要是因為… 因為Yoyo 因為三人行的歌 肯定要找Yoyo唱 這裡我給你們一張照片 你們自己拿起 給別人看 要做這個表情 因為… 她媽媽唱第一次 那這次呢 你現在… 夠年多唱那個部分 又輪到我了 多謝你找我們 謝謝 謝謝 心静听我心内是 但我已能尋到解门所事 声语月儿共我 尚在晚空内晚有 笑着哭着结伴归手 空中观望地球 齐话声 漫长漫长路间 我伴我行谈 漫长漫长夜晚 从美脚是冷 漫长漫长路间 我伴我行谈 漫长漫长夜晚 从美脚是冷 跟从美脚是冷 正在境界 你认为虚空中观望地球 好 Bitcoin 我恨重 从美脚是冷 美脚是冷 我乐地球 我乐地球 在靠近 你自己眼淚 你覺得怎樣才是一個Hero 或者Heroine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Potential 而且每個人都一定是很獨特的 有一個他們的存在價值 所以我覺得他們做得好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Hero 我自己覺得是香港的單車之寶 因為我曾經跟他一起有機會合作 我作為一個領導 我感覺到他真是一個很有使命感 還有就是一個好模式 去跟一些他的師弟和導遊的合作 在我自己覺得 他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或者是幫到很多人 就像我們教會的德蘭修女 我覺得他真是一個非常好的英雄 我覺得李妍杰都挺好 集約成求 個個捐一元都可以幫到很多人 這麼幸福 不是一定要很多錢 做戲也找他做英雄 對 所以他做戲也做英雄 說英雄 我想還有兩位還要坐在這裡 當然是最好的 就是詹叔和Richard林振強 絕對 尤其是詹叔 他可以說是香港慈壇的教課 好 到了後期他寫了粵曲 又寫了論文 他到後期還要讀那個博士 所以這件事 是我們很敬佩的人物 我真是很老實說 我所知的 林生對於香港電影 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是Nam最初提議 是升生去拍攝的 所以後來所有電影一斤斤 就全部都要升生才知道 好 厲害 在林子祥出現之前 是沒有林子祥的 他是自己成為了一個icon 他製造了風格 其實他那個年代 他帶了很多新的音樂風格 就是來玩那些拉丁 還有俄羅斯音樂那些 數字歌 我們沒有接觸過那些旅行 他會加入了流行的樂隊 他除了在音樂類型 他是很刻意去追求很多不同的東西 另外其實在演繹的時候 他也不斷衝破自己的很多極限 總之他會不斷衝破不同的包容 而且看他直播 是會不停被他的力撞到 我發現一個人是不老和不累的 我們 見過這麼多這麼多的朋友 我不叫他Hero 我想在你們眼中 或者他們是Hero 我想在別人是Hero 不過到現在說來 都是很難說到哪一位才是真正的 每一個人 如果他是有心去做 還有他是很真誠的去做每一件事 我想他也是可以的希望 我希望你們見了這麼多位 希望可以給你們每一個都有一些奮鬥的精神 還有我在這裡 希望你們旁邊都是Heroes 或者你也是Heroes 在這裡 是Heroes 在這裡 是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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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宵 是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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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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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